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電阻定律 跟歐姆定律的一個簡單的計算題 他說兩個導線資料相同 這資料相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電阻系數相同 粗細均勻 各位他並沒有說粗細相同 只是這個粗細 這均勻沒有怎麼樣 沒有越來越粗或越來越細 截面半徑比是1比2 長度比是2比1 並連接在電池的兩端 球兩端電位差的比是幾比幾 那這個導線內這電場強度大小比幾比幾 電阻的比電流的比 還有電子漂移速度的大小的比 到底是多少 哇這個一次考這麼多物理量 來我們這樣看 如果你要算怎麼樣 算這個導線呢 這個現在要算這個電位差 跟電場強度的比 那我們先有一個概念 現在他告訴我們說 這個有兩個導線 這截面半徑比是1比2 假設這個是R這是2 那長度比是2比1 這個長度這個2 長度1 你現在並連接在怎麼樣 接在電池的這個兩端 所以先有一個概念 那第一題 電位差的比幾比幾 因為並連嘛 你接在怎麼樣 接在這個相同的電池上面 所以呢 這電位差1比1 直接寫答案 好 接下來電場強度比幾比幾 來 這一題呢 這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現在知道長度 我們現在知道電位差 怎麼算電場 叫V 代表1乘上S 那這個式子呢 你直接背 我想很多人背到之後 一定搞不清楚說 到底是1等於V除以S還是V乘以S 還是1等於V乘上S 這個經過老師這麼一攪和以後呢 更容易怎麼樣 更容易搞混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不要背 那不要背怎麼辦 然後讓你不要背考試怎麼辦 從基本觀點推 公叫利乘以位移 好 你把這個公叫利乘以位移 你兩邊除以Q 兩邊除以Q 各位你還記得嗎 這單位鎮電荷所具有的能量 這單位鎮電荷所具有的能量 就叫做電位 這單位鎮電荷所受的力 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電場 所以這叫V等於E乘上S 好 所以E等於V除以S 所以如果你要算導線內部的電場 那叫做V除以S 好 那V呢是1比1 我們剛剛算出來電位差呢 1比1 那現在長度呢 各位長度比2比1 長度比2比1 所以裡面的電場比呢 算出來就是1比2 裡面電場的比算出來就是1比2 好 這個順便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靜電學 靜電學其實是電路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各位不要忘記了 好 來 接下來第三個電阻比 第四個電流比多少 電阻叫做Rho乘上A分之L 好 那我們剛剛講 長度比是2比1啊 那截面積呢 各位 半徑比1比2 截面積要平方 1的平方 2的平方 所以呢 這樣算出來是8比1 電阻的比是8比1 那電流呢 各位 我們利用歐姆定律 電流叫做電壓除以電阻 那電壓呢 是1比1 所以呢 基本上電流跟電阻反比 那剛剛的電阻是8比1 所以現在電流多少 電流就是1比8 電流1比8 好 這一題比較特別的是 我要再考一個東西叫做 電子的飄移速度的大小呢 比到底是多少 那剛剛這個飄移速度 我想應該已經忘記了 好 所以我說 考前呢 學校斷考前 可能視覺佔留 好 你把它記一下下 我想聯考直接考這個的機率 是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學校斷考 有時候老師喜歡考這個 好 飄移速度 叫做i 除以na1 那現在的n 這是每單位體積的自由電子數 這個既然相同材料的話 這n是一樣的 那電子電量是一個常數 所以飄移速度是i除以a i除以a 那i呢 這個我們前面算1比8 那截面積呢 截面積是半斤的平方 1的平方比上2的平方 好 所以這個消掉就變成這樣 變1比2 好 1比2 所以這裡呢 總共有5個小題 好 讓大家熟悉一下 這個公式之間的運算 等一下 我希望你再講一上 自己實際做一次 好 這個不懂的部分 再隨時回來看影片的解鎖 好